今天啊,我们来到这个银滩艺术这么一个小区啊 看看啊,银滩艺术,这个是别墅的术啊 今天我们来拜访一位啊,传奇人物 从这拐吧,对,传奇人物 这个人物呢,姓薛啊,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曾经是一名空军飞行员 他的故事呢,是我在咱们有一个叫的金花园暖房这么一个群里面啊 一个叫无碍世界的王教授介绍的啊 看看啊,这个小区的这叫别墅吗,还是 反正这个房子呢,是只有三层啊 只有三层,你这停一下吧,我这找找去 来前呢,我和这个学老前辈呢 沟通一下啊,告诉我是在银滩艺术村 艺术村啊,武汉了我啊,叫艺术村 我是,看看吧,是哪个房子呢 这个小区呢,虽然在路边啊 但是我还从来没进来过啊 应该就是这个单元了吧 打开这个门呢,这边还有一个地下的空间啊 地下的空间,这是一楼吗 敲一下门儿看看 敲一下门儿看看 薛老前辈 你好 幸会幸会啊 这是您家啊 您家 能进来吗 正在看着电视呢 您家好温暖啊 有温度计吗 看多少度啊 22度 22度啊 哦 对对对 23度的,234度的 温度不低 我空调开着呢 开着空调 就靠空调取暖吗 空调就靠空调取暖 你那个看的不像快90岁的人啊 马上这个下个月就是90了 下个月就90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从那个无碍世界王老师那个地方看到您的介绍 很感兴趣 您太不简单了 您是哪一年当的兵啊 55年第一批义务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义务兵 就一开始当的空军吗 对 进来开始漏军 漏军到空军 转到空军去了 对对对 哎呦老空军 还驾驶过飞机 你驾驶什么叫做型号的飞机 那个只有米格15 米格15 就是在我们海边 哦 桥旁边的飞机啊 哦 桥旁边有那个飞机的模型 就是那个海边上 海边上那个 你没看到过 我没大注意 我光知道有个军舰 123军舰 军舰旁边 旁边啊 就是在那个海底上边 是吧 哎呀 你这是穿着这些衣服 你是从上海来的吗 对 你看上海 叫做时尚运动自行车 骑自行车 我就看着说 您特别喜欢骑自行车 对 这个车队是您组织的吗 那个 有一个 我们营谈有大概三四个队 我组织一个 你组织的一个队啊 四年了吧 四年了 最近这几年去了 疫情出来了 以后我身体人间大 出了跟着他跑了不行 他们骑得快 哦 你跟不上趟了现在 跟不上趟 我就自己骑 自己骑啊 大概天好了就出去 出去转一下 哎呀 真真好 有你的精神头 你看看 这么大年纪的人 还有这个运动爱好 一直坚持着 你看 我在车子在下面 你底子很好啊 就过去刚刚当空心飞行员 那时候给你锻炼了一个 特别好的体魄 基础特别好 不要讲这个 那个什么 我看那个 六十年 六十年代 生了癌症 这个我 王教授知道 我就说 你 那个什么 你要不你先做 你先做 没关系 我坐一站站没关系 对 就是说 我看那个 你是六十岁的时候 什么得了比较严重的病 说当时医生判你 只有半年的生命了 对 六十岁 判你半年的这个生命周期 可是没想到现在又三十年过去了 是 浮腔淋巴 浮腔淋巴 太大了 开刀开不下来 十二乘六乘六 就这么大 全都一样大的在浮腔里 十二乘六乘六 那后来那个 那个东西 后来没开刀 开刀了 开刀了 最后还是 拿不掉 医生说拿了时间 起码八个小时以上 因为太大 周围的年龄太多了 所以说 征求家属的意见 家属说 一个是 第一个八个小时 不一定能下掉了手术台 后来征求家属意见 我就已经那个 已经麻醉了 对 您不知道 对 在外面 给家属 给领导 领导也去了 嗯 就说怎么办 保守治疗 就马上 火简 火简 你懂吧 就拿出来一个东西 去检查 然后封起来 不要动 保守治疗 要么开了以后 八小时 还下不了台 对 后来家属 给领导商量了 领导说 你个家属就做了 我老伴 他说 保守治疗吧 嗯 只有大概一个多小时 拿出来火简 就是拿一个的火体 我知道 对 再封起来 又封起来了 回来以后骗我 嗯 说拿掉了 我醒了以后 我说拿掉了 我一幕还在那边 嗯 我知道他们骗我的 嗯 好了 后来化疗 化疗实在不行了 我白细胞已经很低很低了 化疗 五六次 医生讲也不能化疗了 化疗以后 化疗那是好细胞坏细胞一起杀 哦 是啊 呃 我已经不行了 四五次以后 白细胞也上不去了 后来 最好放弃化疗 当然还吃中药 吃中药 要 呃 医生说你出去吧 呃 回去吃点好的 喝点好的 呃 这是后来的话 我好了以后出院 我说最后一句你没讲 嗯 回家等死吧 哈哈哈 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最后一句 后来以后我就是学的心理学 吃点中药 嗯 呃 呃 那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呃 九十年啊 九几九几年 上个世纪 嗯 瑜伽 哦 做瑜伽 呃 瑜伽 气功 呃 呃 这个佛学学一点 道德经 心经 金刚经 嗯 都看了 哦 包括圣经都看了 哦 躺在床上 这些经都是叫人学好的 对 呃 没人叫学坏的 是的 包括圣经也是这样 但是我们那个学了这些呃 就是经典书记 学了这些 嗯 我在那里以后 我就是没事情 老爸一个我一个房间 两个房间在做 我没事就是 他看电视 我就在另外一个房间 来做这些 做经 大做 嗯 呃 等一下 你可以 我来做做瑜伽 你看一看 老前辈啊 要说要给我做个职业 这个瑜伽来看看啊 你看这个 这个功夫 把腿 这个小腿和大腿就并在一起了 呃 这个 这个这么大年纪 还有这个功力啊 大伙起来 呃 再躺下去 可以自己起来 呃 这个你这个 练瑜伽练了多久了 多少年啊 二十年 二十年 哦 每天做多长时间啊 有空就做 有空就做啊 看那个瑜伽还真起作用啊 哎呦 你看这个身子骨啊 还是非常有柔软度的啊 哎呀 你看 这是 这算是半倒立啊 靠背部倒立 瑜伽 哦 瑜伽哦 因为我不大懂这个瑜伽 哈哈 行行行 你你你歇会儿吧 歇会儿吧 还行 动力 这是就没 基本上每天做的 每天都做 这是每天的功课是吧 啊 就是说骑了好多年了是吧 二十多年了 也是骑了二十年自行车 这个也是二十年了 也就是说您的病 就是在你的锻炼下 和这个修为上 就比如说看看金刚经呀 心经呀 道德经呀 包括那个什么 呃 什么什么圣经呀 这些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 对 然后 这个是莲花座 哦 这莲花座啊 哦 佛家就是这样 对对 大座对 大座 这叫双盘 哦 两个两个角度在上边 哦 这个叫单盘 哦 这个叫散盘 哈哈哈哈 最难的是双盘 哦 两个腿都拉起来 对 而且还有脚尖 脚心朝上 对